张伯芝是香港知名女星 她的身上有着不少谜团 三胎儿子的生父是谁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曾有娱乐记者将张伯芝三胎儿子的出身证明公开 此举直接惹怒了张伯芝 将相关人员直接告上了法庭 根据所公开信息 张伯芝三胎儿子名为张里成 跟随母亲张伯芝姓张 父亲一栏没有写上姓名 这起案件在近日有了结果 四位涉嫌曝光张伯芝三胎儿子人员 违反了私隐条例被处罚 其中一名余记与编辑 因违规查询并公开张伯芝儿子出身证明 各罚款4万元 其中余记以自签2000元 保守行为12个月撤销控诉 这起案件总共罚款12万元 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他的身份猜测一直从未停止过 英国工程师绯闻男友Leo 大陆隐形富豪孙东海 65岁新加坡富商 甚至连前夫谢霆锋 前绯闻对象周星驰 台湾男星何慕怀都曾榜上有名 这些人中嫌疑人最大的便是绯闻男友Leo 原因是小儿子马克斯出镜一头金发 很是惹眼 张伯芝三大儿子正面照也曾一度被公开 长相上如混血 绯闻男友Leo的嫌疑自然很大 不过张伯芝没有承认与Leo是情侣关系 两人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在张伯芝定居上海后 神秘富豪就成为了下一个怀疑的对象 这位富豪微胖中年 只是这个猜测也被张伯芝的工作人员辟谣了 在《让生活好看》中 和张伯芝合作了十年的工作人员 叮当主动认了这个身份 他很是无奈地表示 八卦媒体形容的人永远都是他 但照片上却是放给别人 这是有多看不上我 虽说张伯芝的三大儿子生父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离婚后的确交往过男友 对方对他很好 包容他的一切 还带着他与好姐妹见面 但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还是和这个男人走远了 那么现在有吗 张伯芝曾问过张伯芝是否是单身 张伯芝虽然很是诧异 但也没有否认自己不是单身这个事实 他甚至表示 如果男方很需要他 很爱他的话 他会很愿意再结婚 张伯芝更是直言 我觉得三个太少了 当然 想要成为张伯芝男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有着自己的择偶标准 他表示 缠着他 不缠他 对他好 不对他好 都不符合他的胃口 还声称 对自己明星艺人的身份有看法 又借地的一概不考虑 没错 张伯芝就是如此难伺候 在这样的条件下 居然有人符合 这个男人一定不一般吧 可惜 无法从张伯芝的口中 确定这位男性是谁 因之前公开的恋情中 没有得到祝福 反而被恶意报道的经历 张伯芝选择不再公开恋情 无论怎么样 这都是张伯芝的个人的选择 他开心就好 粉丝们想要看到的 也是张伯芝能够快乐的生活 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上个世纪90年代 香港是出了名的美女圣地 比如王祖贤 朱音 以及张明等人 她们都长得非常美丽 香港女明星 不光长相好看 而且个个都是实力派 说到张伯芝我们都知道 她现在还是一代人心中的女神 在电影里只要有她的身影 那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张伯芝的长相令人无法挑剔 她母亲是中英混血 所以她有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 高挺的鼻子 以及黑浓的眉毛 都足以证明她是混血 她偶然间被星探发现 因此进入影视圈 凭借于周星驰搭档的 喜剧之王爆火 柳飘飘一绝 已经成为观众们心中 无法替代的角色 爆红后的张伯芝 陆陆续续在荧幕前 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但于谢霆锋离婚之后 便开始减少自己的活跃度 常常能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她发儿子照片 虽然大儿子与二儿子 缺失了父爱 但张伯芝却努力 在父母角色中自由切换 使谢霆锋的两个儿子 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 同样能拥有完整的童年 张伯芝曾经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非常喜欢小孩子 她曾自爆人生目标 是要有五个孩子 其中最想要的是女儿 随着张伯芝第三个儿子降临 她距离自己的目标 又近了一步 不过在此期间 张伯芝一直未公布过 自己的恋情 小儿子生父也成为谜团 媒体似乎对小儿子的身世 很感兴趣 不会放过任何 关于孩子生父的蛛丝马迹 近日 有三名娱乐记者 将张伯芝小儿子 出生证明拿到手 并且传到了网络上 但奈何孩子出生证明上 不仅没有父亲的名字 还惹怒了张伯芝 一气之下 她去找了资料隐私专员 公署投诉 随后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原来有人涉嫌 违法盗取他人信息 三名娱乐记者 费了很大劲 将资料拿到手 也只能得知 张伯芝的小儿子 原名叫做张里成 而这三名娱乐记者 将面临100万港元的罚款 以及五年的监禁 近日 张伯芝参加综艺节目 《乘风波浪的姐姐2》 受到很大关注 虽然唱歌又跳舞一般 但凭借40岁 却不变的面容 依旧有不少观众来支持 近期一档节目 张伯芝以男扮女装的风格 登上舞台 她的装扮勾起了 不少观众对 合同示喉的回忆 这个话题也火速登上热搜 她生下三大儿子之后 几乎没有怎么拍过影视剧 或参加综艺 只不过会偶尔参加活动 挣快钱 但像这次花几个月时间 录制节目 属于头一次 我们不难看出 她对此节目非常重视 每天都要做运动减肥 还带着三个儿子来到了上海 过年期间 也并没有返回香港 当她小儿子出生后 争议一直都没有断过 有网传孩子的生父 是60多岁新加坡富豪 但对于传言 张伯芝一直没有 给出相关的回应 更有人称 孩子生父是谢霆锋 不过张伯芝回复网友时 我们能在语言中得知 孩子生父是圈外人 想必张伯芝 迟迟迟不愿意公开孩子生父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吧 虽然她每天忙于录制 乘风破浪的姐姐 但依然会抽出时间 陪伴自己的儿子 不可否认张伯芝是一位好妈妈 在外界看来 娱乐圈的明星光鲜亮丽 但她们的情感却相对混乱的 毕竟演戏需要带入自身感情 这也导致 因戏深情的明星情侣屡见不鲜 但这样的情感 来得快去得也快 分手率相对较高 在这其中 张伯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伯芝人生经历 还是挺离奇的 她的父亲是远近文明的混混 因其适度成性 这才导致了家庭破裂 离婚之后 张伯芝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前往了国外求学 直到17岁才回国 18岁就参演了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从而火遍了大江南北 自喜剧之王走红以来 张伯芝频繁出现在大银瓶 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过程中 张伯芝经历了好几段感情 陈小冬和陈小春都跟她有过交集 但都无疾而终 直到张伯芝遇到了谢霆锋 两人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爱恨纠葛 在这其中 张伯芝和谢霆锋分分合合 并且王妃也加入到了其中 他们的三角恋 让吃瓜群众惊喜不已 在电影《无疾之后》 张伯芝和谢霆锋旧情复然 维持了一段长达六年的婚礼 并且两人在婚后 育有两个孩子 当张伯芝和谢霆锋 宣告离婚之后 张伯芝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并且在2018年有了第三个孩子 对于张伯芝的第三个儿子 媒体闻风而动 但他的婚姻状况一直是个谜 网友们也不免产生了疑惑 毕竟张伯芝连男朋友都没有 怎么就突然怀孕了呢 直到前段时间 有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盗责了张伯芝小儿子的出生证明 并且将其曝光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从媒体提供的照片来看 张伯芝的小儿子名叫张里成 英文名为Marcus 父亲一栏是空白 想来应该是跟着母亲性 对于隐私的曝光 张伯芝表现得极其愤怒 直接将记者告上了法庭 当然不仅是张伯芝 其他粉丝也感到有些过分 毕竟就是他人的隐私 即使张伯芝是公众人物 他也没有必要将感情生活 公布给外界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